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这个是哥伦布 单字酷 So,好久不见了大家 有没有想我呢? So,我要给你一个交代 这三个月我在干嘛呢? 大概一年半前我有一个秘密计划 就是我想设计一个被单字的游戏APP 这个APP是一个养成游戏的概念 所以你会透过播种、浇水 还有养乌龟去被单字 你用这个APP的话呢 你可以很轻松无脑的备手 一万个单字 还有流行语、片语它都有的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呢 我就跟小团队在努力做这个秘密的project 现在已经到了开发周期的尾端了 但是最后一个步骤呢 是需要我去确认那个单字表 是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去确认的 要选它最大位的中文翻译 还有做各种各样的修改 真的超痛苦的 每天起床就在确认这个单字表 但是呢昨天终于完成了 这个APP呢在两个月左右就会推出了 所以到那时候我再跟你说更多吧 如果你有在好奇什么的 或者想我透露更多呢 可以先在下面留言区那边 我们可以talk about it but anyways guys let's get into it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 诶? Wody?你在干嘛? I don't know I just want to lay here 诶?你这样就说错咯 你在这个情况不应该说 I just want to lay here 你要说的是 I just want to lie here Who cares? So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就是 Lie跟Lay 以及它们的不同的分色呢 差在哪里 因为这些字呢 不要说你啦 就是连外国人都常常搞混的 Lie跟Lay Not sure actually Oh so we are Same English level 嗯? So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吧 Let's go 说图照 And we're starting right now 10秒钟自我夜配时间 如果你想学好英文发音 可以去columbus.co看看我的发音课程 或者如果你想轻轻松松 一次搞懂英文文法 可以去grammar.co上我的文法课程哦 首先呢我们讲一讲 Lie这个字吧 Lie这个动词有两个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说谎嘛 然后它的三态是 Lie, Lied, Lied Ing的版本就是 Lying By the way 如果你对时态不熟 可以去搜寻哥伦布时态 会有一些我的教学 时态其实很简单啦 相信我因为 I never lie What? You just lied to them What? I've never lied to them You are lying right now Hahaha Now Lie的另外一个定义呢就是 躺着 OK就是躺着 躺平 比如说呢你看这边 Wody likes to lie on the floor Wody喜欢躺在地上 它的三态就是 Lie Lay Lane Ing版一样是 Lying 我再给你一些例句吧 过去是 Yesterday Wody lay on the floor 昨天躺在地上 还有过去分词 Wody has lain on the floor before 曾经躺过在地上 还有ing的版本 Wody is lying on the floor right now 正在躺在地上 大家要注意哦 Lie是一个蛮特别的动词 因为它的两个不同的意思 是有两套不同的三态的 说谎是 Lie Lied Lied 躺平是 Lie Lane 这就好像宝可梦里面的 Evie 同一只圆形的Evie 会有不同的进化 可是很不幸的 Evie没有二届进化 蛮可惜的 因为有二届进化的话 我的比喻就完美 But anyways 我们继续吧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Lay 这个圆形动词 还是要一个title card Lay OK let's go 其实Lay呢 跟刚才躺平 那个意思呢 是有点类似的 Lay 是放置的意思 但是它尤其是指 把东西放平 攤平地放 比如说呢 你看我们把Wody 放在桌上好不好 So I should lay Woody on the table So 现在呢 I am laying Woody on the table 现在把它小心地放平 这个就是Lay的动作 然后呢 Lay的三态是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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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just laid Woody on the table 然后过去分词 Yo I just got laid So 回来这张表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Lay的意思就是放置 而且是放平的 而它的三态就是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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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你只需要看看那个表格 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把那些字搞混了 首先呢 Lay有两套不同的三态 纯粹这个就很奇怪很烦了 还有哦 这两个字 Lay跟Lay 意思也有点像 很容易搞混 一个是自己躺平 一个是把东西躺平着放 还有哦 最糟糕的是 你看 这个Lay的过去是 Lay 长得跟这个Lay一样耶 是不是很莫名其妙 好啦 so 我会把刚才那个表格把它弄漂亮 然后提供给你下载的 but guys we are finished so 如果你想下载今天的讲译呢 下面会有个连结给你下载的 然后下个礼拜呢 我会教你一个 英文很特别的一个母音 就是 changyu 然后我会特别解释一下呢 为什么这个changyu这个母音呢 有时候听起来会 好像 有不同的念法的 还有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哪个念法 OK 下次教你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就帮我 按赞 然后 wow hey 订阅哦 我的完整发音课程在这里 columbus.cool 完整文法课程在这里 grammar.cool 想学就去看看吧 but guys I'll see you next week but until then keep it cool